2002年,在香港第21届金像奖颁奖典礼上,向华强遭到了此生最大的侮辱。 当天,周星驰靠着一部少林足球,横扫了14项踢名,斩获了包括最佳导演、最佳男主角、最佳电影在内的7项大奖。 全场掌声雷动,为台上的周星驰庆贺着这份殊荣。 可就在此时,一位女士却哽咽着喉咙,为得奖的周星驰打抱不平。 他用铿锵有力的声音说出,公道自在人心,真理永远长存。 全场的气氛,因为他这句话瞬间降到冰点,主持人曾志伟更是慌张到直打哆嗦。 因为他的这番话内涵的不是别人,正是跺一下脚,整个港圈都会地震的向华强。 那么,这位女士是谁?为何他要在如此庄重的场合替周星驰出头? 周星驰和向华强,到底又有什么不为人知的恩怨? 在港圈呼风唤雨的向华强和向太,与周星驰积怨已久,为何却迟迟不敢动他? 1981年,TVB招考艺员,周星驰拉着好朋友梁朝伟去报名。 梁朝伟顺利通关,周星驰却尴尬了,人家让他演个悲剧片段。 他演出来的,成了喜剧,站一旁看着的梁朝伟也忍不住透笑。 幸而TVB还是给了周星驰一线机会,最后勉强将他收下。 不过,他的路依旧不顺,在议员培训班,梁朝伟次次表演都被当作模板,很快就一记绝尘,斩获多项大奖。 周星驰却被安排主持少儿节目,一做就是八年,一直到1988年,周星驰才真正遇见赏识他的那位伯乐李修贤。 李修贤早年是香港著名的演员。 1984年起,他开始自编自导自演电影公仆。 凭借该作品,李修贤斩获了金马金像奖电影的最佳男主角奖,甚至还提名了金像奖的最佳导演,一时间在圈内声明大造。 李修贤的艺术造诣如此之高,看人的眼光自然也很毒辣。 极富表演天分的周星驰,在外人看来是无用稻草,在李修贤看来却如获至宝。 岩师出高途,周星驰的演技突飞猛进,电影里浪荡江湖的透彻贼阿伟被演得神乎其神。 见周星驰是棵摇钱树,李修贤的野心也逐渐膨胀,他开始给周星驰接大量骗约,可有些却明显不符合周星驰的喜剧风格。 久而久之,周星驰开始有意躲避李修贤,但李修贤哪会舍得放过这块肥肉。 在周星驰不知情的情况下,将他转手卖给了港圈大哥大象华强。 周星驰在永胜那几年,为永胜赚足了钱和口碑,仅凭1990年周星驰的赌胜。 当年票房就高达到4132万。 上世纪90年代初,香港电影票房前十的电影中,周星驰主演的《一人占了五部》。 他的身价迅速窜升至800万,他为永胜拍完一步又一步卖作影片。 然而永胜给他的片酬仍旧只有70万。 永胜对周星驰的不公,自然留不住周星驰。 当合约到期,周星驰不愿续约,向华强却不想放人。 拍完《唐伯虎点秋香》后,1994年,周星驰趋意已决,离开了永胜,自己创立了新辉公司。 自此,向华强夫妇与周星驰有了隔阂,再无往来。 不过此时,他们之间的矛盾还未公开化。 周星驰离开永胜后,他的《大话西游》、《石神》等作品,叫好又叫做。 向华强看着自己的前雇员和自己抢饭碗,开始有意孤立周星驰。 明面上没矛盾,不代表被地里不是绊子。 向家时不时地埋怨几句,给外界塑造出一种印象。 自己花钱捧红的人不知好歹,拍拍屁股走了人。 这种矛盾,到了2000年周星驰筹拍《少林足球》时,就公开化了。 向华强公开放话,谁给周星驰投资,就是在跟向家作对。 除了一直支持自己的好友莫文卫、达叔之外, 剩下诸如黄亦菲、陈国坤、林子聪之类,都是当时尚不得台面的小演员。 幸而总有不信邪的,怀宇集团董事长林晓明夫妇,投资了这部影片。 不过林晓明只能解决资金问题,演员还是得自己找。 这时候,谢贤站出来了。 谢贤回答说,我知道你对我很好,但我更要对我的徒弟好。 他是我的骄傲,我的希望,你们怕像太,像华强太太,我不怕。 而周星驰也并没有让大家失望。 《少林足球》已经上映后,就在香港斩获了6073万港币,还打破了票房记录。 周星驰不仅一举拿下金像奖影币,还让林晓明夫妇赚得流油。 无疑是给当时的像华强来了一记清醒的下马威。 所以才出现了开头,赵雪英女士在颁奖典礼上为周星驰驰驰�ми不平的一目。 当时像华强在台下面露蓝色,只能尴尬地跟随着旁人一起鼓掌。 在颁奖典礼过后,像华强并未对周星驰进行任何反击。 可没想到的是,像太陈澜却在2014年掀起了一场轰轰烈烈的稼州运动。 起因是在那一年 有一位忠实兴奋 在网上发布了一篇文章 标题为 为什么这么多人黑周星驰 在洋洋洒洒的长篇大论中 不仅塑尽了周星驰从小到大的经历 还提到了向华强的永胜电影公司 对周星驰的压榨 立马引起全网热议 当时有很多网友在看完文章后 便对向华强口诛笔伐 这让护肤狂魔像泰坐不住了 他在某社交平台上 直接炮轰周星驰 称周星驰欠了他两百万不还 到他家还顺走了八瓶进口拉飞 现在两百万连本待戏 要还八百二十四万 一举把周星驰推到了风口浪尖 而且向太陈兰还对周星驰下了最后通牒 献他在十日内亲口向媒体解释 可周星驰那时正忙着筹备电影《美人鱼》 根本没功夫去理会这些传闻 于是在此之后 整个影坛便由向太起头 揭开了盗州运动的序幕 伯乐李修贤站出来指责周星驰忘恩负义 王京痛骂周星驰脾气暴躁 不好合作 任达华 张家辉 刘青云 也跳出来称和周星驰不熟 侧面力挺向太 很快周星驰就被众人打上了 人品不好的标签 可面对如此大的舆论风暴 周星驰却始终没有站出来 说过别人一句不好 后来女星莫文伟 张宇气 郑佩佩等人出来声援周星驰 这场轰轰烈烈的盗州运动才就此平息 当时有不少小道消息说 周星驰其实被地理和向氏夫妇低头求和才逃过一劫 然而事实上 周星驰从未做出过任何举动 这一点也得到向太的亲口证实 就在盗州运动后 周星驰也算是与向氏夫妇公开结下了梁子 可令很多人不解的是 为什么向华强和向太只敢在网上炮轰周星驰 却不敢动周星驰一根汗毛 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呢 让我们把时间拉回到2005年 那一年周星驰带着自导自演的喜剧动作片 功夫来到金像奖的颁奖典礼 功夫一举斩获了最佳剪辑 最佳男配 最佳动作指导等奖项 还获得了整整13项提名 就在周星驰以为影帝和最佳导演奖 是在必夺之时 不料最后的影帝却花落梁朝伟 最佳导演则评选维尔东盛 周星驰只好扫兴而归 可在接下来多年的金像奖评选中 他也颗粒无数 至此 周星驰终于明白 自己已被香港影坛排挤 无奈之下 他只好寻找靠山 2008年 周星驰带着自导自演的科幻电影 长江七号强势回归 也正是这部在内地收获了 2.03亿元票房的电影 让周星驰的幕后大佬浮出水面 在制片人处 除了周星驰外 还出现了一个熟悉的名字 韩三平 韩三平是中国电影集团公司的董事长 他可以被视作内地影坛的教父 名下的中影集团 更是业内的翘楚 是内地独家引进海外影片的公司 几乎垄断所有进口大片的发行 在内地影坛如此呼风唤雨的韩三平 却在外界看来非常低调 以至于其实有很多人 都不曾听说过他的名字 也正是因为有了韩三平的支持 周星驰才能拍摄好电影《长江七号》 而说回像是夫妇 为何不敢对周星驰来真的 也正是因为 永胜公司投拍的电影 能否在内地上映 是否可以出口海外 都由韩三平一句话说了算 而韩三平又与周星驰交情匪浅 为了不得罪韩三平 像是夫妇 也只好与周星驰 井水不泛河水了 自从2019年 周星驰指导的喜剧片《新喜剧之王》上映后 他便很少再出现在公众视野里 直到前段时间 他才罕见的在社交平台上更新了自己的动态 照片上的他满头白发 与爱犬亲密互动 虽然画面很美好 但也让不少人由衷感叹 喜剧天才周星驰真的老了 不过日前 又有网友在台球馆偶遇到了周星驰 并偷拍了照片 照片中的周星驰穿着休闲 素颜朝天 看上去和普通人无异 但那头白发依旧抢眼 他的脸上也多了几条皱纹 身形消瘦 看上去略显老太 之前就有传闻 周星驰到了晚年身体出现了问题 也许是因为以前年轻时拍戏太拼了 而落下了病根 这么多年来 他也一直在接受治疗和调养 希望恢复身体的健康 所以就变得越来越低调 逐渐成为了一代人的辉煌记忆 而反观向太和向华强 最近却高调得很 不仅有十几位明星 为向太送去了直播预热的祝福 向太更是在直播当天 就破了5亿的销售额 迎接了直播的开门红 可没过多久 网上却对向太骂声一片 称向太直播是对产品不熟悉 不愿亲自体验产品 无奈之下 向太只好关闭了评论区 企图平息战火 但由于向太的这一系列骚操作 他的口碑和路人员也在急速下降 在评论区中 也有不少网友表示 支持周星驰 这才让周星驰和向佳曾经的恩怨 又再度被推到台面 但如今周星驰过上了平静的生活 向佳也有了新的追求 看起来两家人 也不会再有任何的纠葛了 但也说不准 说不定未来有一天 周星驰也许会和向佳握手言和 你们觉得呢